订阅前阅 这边呼吁政府召开国家发展会议 有三个重要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 年轻人为什么会有三月学潮 为什么会有黑山军 50万人上街头 就是年轻人觉得 世代不公平不公义的 问题非常的严重 现在年轻人面临毕业 难找工作薪水低 未来加薪慢 調心難 生活成本大幅上升 尤其是房價的問題 臺北市的房價所得比已經直逼香港 年輕人對未來沒有希望 擔心臺灣對香港話 自然他們走上街頭 表達他們心中的不滿 第二個 也就是剛剛大家談的 其實臺灣現在對大陸有公民集體焦慮症 或者一般人講的 恐中或者反中的情節 明明福茂協議是一個對臺灣有利的協議 為什麼年輕人不理睬 為什麼社會充滿了疑慮 主要是反映了 臺灣人在大陸崛起之後 對於大陸的不信任 對於目前臺灣的未來走向不清楚 所以恐怕如果一直是正經分離 只經不正 那臺灣的民眾 未來還是不曉得該怎麼走 如果說服貿沒有過 未來貨貿其實也會很困難 因為這牽涉到的是有五千多項的產品 未來零關稅要進入臺灣 未來兩岸要顧色辦事處 談租稅協議貨幣互換 爭端簡潔機制 恐怕順步難行 第三個理由是 以目前政府的施政 已經演變到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 政府任何施政都被懷疑 政府官員的任何話都會被找查 行政團隊動載得救 部會輪流失火 行政的效率沒有辦法運作 甚至司法獨立也受到懷疑 連我們臺灣最引以為傲的民主 代議政治都備受責難 所以現在國家社會的發展 已經面臨了重大的歧異 我們要求政府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以召開國家發展會議 號召全民一起來思考 臺灣未來的方向 真理會越邊越明 經過充分的討論溝通 大家把未來的發展方向 經過辯論凝聚共識 把它找出來 在這個辯論的過程 不是像一般的辯論 設定幾分幾秒 而是要有充足的準備 這裡面包括 對於大陸未來 來臺灣的物資如何管理 那有很多是行政的手段 那官員恐怕都要站出來講清楚 如何來做 如何讓人民安心 而且很重要的 政府能夠開始做的就是租稅改革 透過租稅改革 尤其是不動產的稅制改革 可以讓臺灣的房價合理化 讓年輕人有一點信心 他未來是可以在臺灣 能夠找到遮風避雨的房地產 最後我要講的就是 我呼籲王院長應該趕快站出來協調兩黨跟學生溝通 把立法院還給立法委員 政府才有辦法在議會裡面做溝通 立法委員才有辦法問政 這是非常重要的 王院長不應該躲在後面 不應該都不做事情 不應該讓我們覺得 你怎麼會都消失了 王院長或許他已經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他在議場裡面跟學生去溝通 我們認為他應該要趕快跟學生溝通 透過攝影機 讓全臺灣的老百姓看到您的努力 也看到學生是不是可以被您說服 我覺得學生是可以講你的 只要透過攝影機的溝通 如果學生表現出不理性 那會得到全民的譴責 所以王院長應該趕快站出來做溝通 然後把立法院還給全民 還給臺灣一個安全 一個獎勵一個民主的這個國家 我就包到這裡 謝謝